我叫王敏,是黑龙江省上市公安局警察 我的警号是022609 我举报上市原公安局局长 跑官买官卖官 有案不立,押案不查,有罪不咎 我特别爱国,爱我的家乡,爱我的祖国 但是因为这点事,我真的很寒心,知道吗? 真的,恩声恩声想离开这个地方 受了很大的打击,知道吗? 不是这点钱的事,是人的尊严的事 是我身边那些战友,他们怎么能这么做 你知道吗? 我当警察这么多年,我从来没给单位 没给阻止招募,成过任何麻烦 没有一点的要求,没什么这个案件 你们能这么做瞪了眼珠子,重大县所 为什么就不查呢? 查,查嫌疑人的案,重大回席案 嫌疑人身上有38个银行卡,不查吗? 两次抓人,为什么嫌疑人手机不没收呢? 为什么瞪了眼珠子,你们查的阶梯是断牙式的 为什么该诉的,为什么不诉呢? 现在有,法院有证据,不查 我说局长,你要是这样子,我就举报你了 在这时间,我都是很矛盾 当我说吴希勇,你真的想举报的时候 我坐在家里,一直在哭,眼泪默默的在流 我需要严着斗争,心里很不断似的 我爹也藏了这起案件的牺牲品 我亲爹,我连我亲人都保护不了 我还当个警察干什么,我必须要举报 涉及到金钱面前,我身边的战友 就跟照妖镜是一个多的血泪原形 我真的没那么难过 我们作为警察,所有的警察要自我反省一下 老百姓太容易了